医院外上演一场大战 三名保全和一名女子拉扯 女子遭受围攻 不断放声尖叫 其中一名保全疑似出拳攻击 女子也不甘示弱 连续出拳回击 本应宁静的医院旁上演全五行 让目击民众看傻 据警方了解 女子从彰化到台中看急诊 却又不愿意接受治疗 想逃离 但女子情绪不稳 怕因此做出失控行为 才会请保全协助将人带回就医 他们是一个菜鸟 换个家人来办 在台中监理站 则有一名男子 因为不明原因对承办人员大声咆哮 怒骂对方是菜鸟 换个人来办 同样在台中也有人骂远警 跟我说我闯红灯 莫名其妙 你是不是说我要闯红灯 机车骑士被警方拦下 火帽三丈 和远警倪言 我一语不断争执 你刚是不是说我要吹油门啊 绿灯了吗 绿灯了 睁眼说瞎话 莫名其妙 远警发现一台改装机车 罚出巨大噪音 上前拦茶骑士 骑士不仅不配合 还想在绿灯时催油门逃离 远警见状立刻喝令停驶 并拔掉钥匙 因此才会爆发冲突 记得黄向福 陈州报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